我们 Recording in progress 你们看一看这个所谓的那个 第一课跟第二课 这个东西啊 你们看清清楚楚这个 everybody 这个所谓的第一课的东西呢 我们叫做 Skala 那个所谓的 Jara Skala 这个所谓的Jara Skala就是这个Skill 真正的地方我不懂多大 所以我们就要把那个变去Skala 把它们变小在你的那个所谓的Mind Map 当你在写你的那个地图的时候 你必须要写那个Skala 因为你不能把真正的大的那个地方 长的地方全部 放在你的这个所谓的group 那个那个地图里面的嘛 对不对 所以你必须要有Skala Jara的意思是什么 Jara的意思就是 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那个 Location 不是Location Jara是我们的那个 距离Distance 距离就是我们的Distance OK 然后下一个点 这个 OK 这个讲法 这个东西你看 这个讲法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我们要研究一下这个1.1 1.2 1.3.4 After that 我们会看一个revision for beta topography OK Beta topography 这个我们会做一个 小小的revision for这个情况 OK 所以我们看one by one 这个东西 我们看one by one 这个东西 我们要了解了解一下 Skala 这个所谓的Jara 我们直接看 这个所谓的第一课 OK 我们直接看 这个所谓的第一课 这边的东西 研究一下 这边 Cup number 1 OK 我很喜欢 OK 所以我们看 Skala 和Jara 我们有这三种 OK 最simple的 我们叫做 所谓的那个 Skala Durus 然后第二个是 Skala Banyata 然后第三个是 Beggahan 那个所谓的 Vaculant OK Beggahan Vaculant 然后下一个点 你可以看到这个 All right 这个东西 你看啊 这个是一 对一百千 这样子 这个叫Beggahan Vaculant 这个一百千呢 你要记得 它是把 这个所谓的一百千 它放在 那个所谓的 那个 cm OK 这个一百千 是放在cm 这个你要记得 这个东西 就是说 我们的讲法 就是 1个km 等于 1000个m Right 然后1000个m 等于 100千 个 那个cm 所以这个一定是 cm 这样的beta 来做 OK 不是SM 是Cm OK cm m 是Cm 那 所以我们看 这个东西 讲法 讲下一个东西 我们看一看 这个 All right 那 so 我们来看看 这个讲法 这边东西 OK 我拿第一点 那 这个必须要你们带车 所以你们去考试的时候 一定要带你们的 Ruler 带你们的 这个所谓的 那个 这个东西 带你去 你的这个 所谓的 那个 学校考试 OK 所以我们看 这个是什么 Jernice Jerad 很简单 总之 Jernice Jerad 就是说 这个Jerad 有什么 有这个 所谓的那个 Jerad Modal 就是只是写 km 罢了 OK Jerad Modal 的意思 就代表 它是km 而已 OK 然后Jerad Modal 就是除了 讲km 之外 它要讲 用什么样的 cost 多少钱 去到那边 还有多少个 时间点 所以我讲的意思 Jerad Modal 他只是讲km 罢了 OK Jerad Modal 他只是讲这个km 罢了 然后这个所谓的那个 Jerad Relative 他是讲什么 他讲这个所谓的那个 Taxi OK Bass 还有Commuter 这几个东西 OK 这个讲法 了解 所以我们看下一个点 你可以看到这个 OK B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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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到这个讲法 这个东西 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下一个点 这边 OK 你要用Ruler 来量你的这个 所谓的那个 Jerad 量你的这个 所谓的那个 Location OK 量你的这个 Location So 你可以看到这个讲法 就是说这个 我们有Sungai Getta OK Kelabas Avij 这也是Bass 你要看 同志 他是问你这个Location 的 这些东西是在FORM1里面要学的 所以今天你要看的是这一个 OK 你要看的是这个 两那个 Distance OK So 什么是Skala 如果考试问你什么是Skala 你要这样子回答 来顺平读 什么是Skala 你要这样子回答 Skala Year 读一读 Skala 有了Nispah Jerad 地 Atas Beta Ber Ber Ban Ban Ding Dangan Jerad Skala Bemukaan Bum OK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Skala 它本身是什么 就是一个所谓的 Ber Bentuk 这个所谓的那个 一个 一个所谓的 Jerad 它是一个Nispah Jerad 一个Ratio Nispah Jerad 就是一个Nish Ratio 它是一个Ratio 什么 就是 Bbanding dengan Jerad Skala OK 跟那个所谓的Jerad 在这个Bemukaan Bumi 那边 All right so我们再走下去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的这个 说法 就是我们的这个东西 就是 这一句呢 有Skala Lulus 然后有这个什么 有Skala 那个Panyata 还有我们有Skala 这个所谓的Pachahan 这三个 So come back to here All right Come back to here 这个东西 那 So Scala Lulus The pattern OK 你可以看到 Skala Lulus The pattern OK 就是有这个 这样子 一个直线 然后写 0 123 是这样子 但是你要知道 它是一个Ratio Representative 这个是1cm 的那个Distance 如果你用Lulus 来量的话 这个要1cm 1cm代表着 1km 1cm代表着 another1km 1cm代表着 another1km 所以这边有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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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3 3 4 4 So Scala Skala Pernata 你可以看到 这个东西 Skala Pernata 很简单 它是没有发现 这样的东西的 它是纯粹做一个 所谓的 一个cm 等于一个km OK 这个是Skala Pernata 然后Pernata 就是这样子分开 你要记得这个 Calculation 1km 等于多少个cm OK 100千个cm 1km 等于100千个m 你们在小学一定会听到这个的 1km等于1000cm sorry 1000m OK 1m等于100cm OK 可是它这个问题不是1km 对1m 它是1km 对多少个cm 所以你的答案就写 1km 等于100千个cm 这样子的battern All right so back to here 这个是Jarrod 另外一个Jarrod 我讲了吗 Jarrod 就是那个所谓的km 或者是m 没有放 没有放那个cost 没有放那个所谓的时间的 fixed的 OK Jarrod 就是66km 然后Jarrod 一定有放cost 还有must OK 这个叫Jarrod OK 总之你看到关键字 你看到cost 你看到must 你就要放Jarrod 你看到是没有tetap 你看到tetap 没有beruba 就只有km OK 在km罢了 就Jarrod OK 那 so as you can see 这个5km from Ruma Adeline 去到Sekola 是5km OK Jarrod 然后 Ruma Kavida 去到Sekola 是8km 然后 到Ruma Adeline 到Sekola 是2.5km 这样子罢了 这个叫做 我们的那个Jarrod Mulak OK Jarrod Mulak 所以 这个所谓的Jarrod 看到吗 cost taxi 你去这边2.5km 你叫taxi 就要5块钱 OK 你去这个学校 这个Denggan Sekola 这个所谓Jarrod Ruma Denggan Sekola 你去到这个学校 你就要5.0km OK 那 下一个点 然后这个所谓的那个 呃 呃 呃 这个所谓的那个Kavida 他的家跟他的学校是 那个8km 所以他的那个Jarrod 就是这样子 OK 16块 4块8 然后这个所谓的那个 00000 这东西 OK 那 所以我们看这东西 嗯 OK 那 下一个点 东西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这个讲法 这边 第一点3 OK 那 所以 能够看 那个所谓的那个 Jarrod Sepana 能够看 Skala OK 怎么样用Skala 知道那个所谓的真正的Distance OK 那 所以怎么样用Skala 知道真正的那个Distance The realDistance OK 所以我们看看这个东西 下一个点 Menguku Jarrod Jarrod Sepana Mengunakam Skala Panyata 你要这样子量用你的Ruler 你要记得啊 你的Ruler啊 Hello 上一次叫你们量一个Ruler 一个两个量到错 OK 你的Ruler一定要从零开始 OK 然后这条线对着这个打叉 如果 In order to make it simple 它没有给你打叉 没有给你线的 它只写一个Sekola How to do 你在Sekola下面你画一个打叉 SE那边 E那边画一个打叉 然后这个所谓的那个Ruma 5 这个黑色那边也是一个打叉 这样你就量你的CM 是对种那打叉的那个Tick 那个所谓的中点 OK 中间点 所以这个你可以大概量到 这边是11个CM So 你不是讲11个CM的减掉E等于10 不是啊 它是starting from 0 0到1 这个是1CM 2CM 3CM 4CM 这样子量过去 But depends 看它的题目啦 它是讲如果是1CM OK 等于1KM的话 所以这边有11个CM的话 就代表这边有11个KM 明白吗 所以如果我讲这边有11个CM 就代表它这边有11个KM OK 11个KM 这个东西 OK 所以这个是1CM equals to 1KM 这样东西 而Jara Serbuna Diantara Sergola 和Luma Faisilla 11乘1KM等于11KM 这样的意思 OK 这样的意思 11KM OK 可以跟着啊 OK 为了证明你们全部还在的话 全班按举手一下 把张力加 OK OK 可以跟着啊 按举手 这个很简单 可是你不要算错那个CALCULATION 怎么样算好 你的RULER要准确咯 OK You must make sure Your RULER Must be an accurate one 一定要有个0在那边 Hello OK 你不要玩啊 不要讲老师我的RULER没有0的 我的RULER是starting from 1号2号的 OK Don't be like that 你的RULER一定要是0开始 OK OK 那 so 0 到这个所谓的那个 11 这样子 OK 好的 走 下一个 那 下一个东西 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的讲法 OK 那 so 这个所谓JASPENA 你要讲讲 就是说等于 这个所谓的11 乘以1 OK 11 乘以1 等于11 OK 那 so我们看这个 怎么样去量 OK so你考试时候 之前要带这三个东西 Bembaris Janganodolok and Jalo Kitas Jalo Kitas 是比较软的 你没有带你带一条线过去 一条线 又或者把你的鞋子 的那个鞋的线给拔出来 OK 然后去量 也可以 不要开玩笑啦 Just kidding OK 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也是可以做啦 Alright 但是没有的话也没关系 OK so我们看回来这边 back to here OK 怎么样去量 这边我们看 拉低一点 OK 一定要单的看X 在Sekola下面 还有单的看P P 在这边 so你要记得 不可以用你的Ruler OK 直接从这边量过来 Cannot OK 上次我认识了一些学生 我发现一些学生 他们直接 直接就是从Sekola这样子 拉一条线一个Ruler这样量 no cannot be like that you must measure one by one starting fromSekola OK 这个所谓的那个location 这样子啊 OK 然后去量这个 也可以 但是如果最好的话 如果那个路的话 你要量 你要量这边先 然后再量这边 然后再量到这边 量那个路就好了 OK 我从画那个黑色 我放黑色 ok so你要量的方法 你一定要这样子量 最安全的 Sekola 去到这边 然后这边量到这边 多长 然后从这边量到这边 多长 这个就是一个正确的location OK 但是Cannot lox是最好了 OK 那 所以下一个点这边 OK Menguku Jara Men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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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C跟D 挖完区区的 你可以用线来量啦 如果你没有线的话 你就纯粹用 这个所谓的那个尺 OK 这个是线 如果没有线的话 你用尺来量 OK 来量比较好 alright 1.4的话 Mengong Jara OK 这个Bandukan 这个Skala 这个 这样 OK 看清楚啊 它一定要make sure 它是一个CM等于一个KM 如果你考试那边 问你一个CM 等于MenguaQ力 一个 两个KM的话 就代表你量了多少个CM 你就要乘2 知道吗 你量了多少个CM 你都要乘2 OK Follow啊 OK 你量了多少个CM 你都要乘2 alright If let's say 它讲一个CM MenguaQ力0.5 就代表你 你量了多少个CM的话 你都要乘0.5 原格来说乘0.5的意思是什么 就除2 OK 乘0.5的意思就是除2的意思 OK Can follow啊 那这个是那个量好来的东西 OK 量0.5的话都是要除2 OK 除2这样的意思 OK 那 所以我们看下一个点 这个东西 嗯 下一个点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讲法 就是我们的这个东西 啊 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那个 做法 我下一个的 我们拿第一点啊 就是第二课 OK 第二课这边 OK Better Topography OK Better Topography Must follow this one Better Topography 那 So Better Topography呢 它是什么来的 它是一个所谓的那个 地图 Yes 它是一个地图 of course 然后这个地图里面呢 All right 它是 讲讲呢 它给你看 它里面的重点 OK 你可以看到里面的那个 所谓的那个 Better Topography 里面可以看到它的那个 所谓的那个 所有的那个 Activity 在里面发现了 OK 里面有的那些所谓的 Activity 所有 你可以看到的东西 OK 然后下一个点 这个 All right 这个 然后第二个 然后第二个点呢 就是我们不一样 就是说它会给你一个 reference 它会给你一个reference 你可以看那个reference 是打直的 还是打横的 OK 你要follow好了 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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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的这个 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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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一个 所谓的那个 人造的 人造的 明白吗 如果是他 普大一的话 它是人造的 OK 人造的 人造的 什么意思 就是说它是建筑物 建筑物啊 每个建筑物啊 这种叫做人造 OK Can follow 那 so 下一个点 所以 Bertal Topography呢 它还有另外一个 关键的东西 什么关键的东西 它一定要有什么 一定要有题目 OK Bertal Topography 它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有这个 题目 然后 它除了要有题目之外 也要什么 那个 还有一样的 要有那个 这个是要的 OK Must have 一定要有这个 所谓的 这个叫我们的 Bertal Topography Alright Can follow啊 然后下一个点呢 OK 这个东西我们看 它第一点 Alright 这个 我们有 Garishan Grid OK 有follow两个 Garishan Grid 有两个 一个是Garishan Tiburan 一个是Garishan Uttaraan OK 一个是Garishan Tiburan 一个是Garishan Uttaraan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Garishan Tiburan 是什么意思 OK Garishan Tiburan 是什么意思 Garishan Tiburan 的意思呢 就是说 Garishan Grid 它一定是越走 越向东边走 OK 去那个所谓的那个 东边走 OK 这个是Garishan Tiburan OK 然后下一个 旁边这边呢 叫做Garishan Uttaraan Garishan Uttaraan Garishan Uttaraan 是怎么样的学生们 Garishan Uttaraan 是怎么样 就是说它是画打横的 OK 打横的 打横的 打横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它这个是打直 OK 打直 这个是打直 改善 那个所谓的那个 Tiburan 是打直 这个叫打直 打直 OK 然后改善 Uttaraan 它是打横的 打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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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因为它是向北边 所以你的location呢 你一定要这样子看 向上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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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不可以向下或向左 向右样子 向上 所以我们看这三个点 换人啊 亲爱的 Aaron 读一读 这三个点 Garishan Garishan 我教你们怎样去follow 怎样去看 来读先 Aaron 来读一读 Gari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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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完他,讲完他多一个 就打横的 ok can follow 他是打横的 然后这个所谓的 就打横的 然后下一个点 下一个点要讲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说 他是门轮就看什么 就是说 show 那个所谓的那个 一个地点 去那个所谓的那个 一个北边那边的 这个叫做 这叫做 这叫做 然后他一直是 增加去那个北边的 location 他一直增加去北边的那个 location ok 北边的 ok 那我们看下一个点这边 你可以看到这个,我们有分两个 一个是 他是画线这样子打横的 但是他真正的线条 是这样子打直 ok 打直 这是 可是他顶目乱 可是他顶目乱是 number是秀东边的 所以他是 28 29 30去东边的 然后这个是 51 52 53 是秀上面的 ok 一直上去的 上去的 ok can follow啊 这是上去的 一个是上 一个是右 ok 右边 秀不一样的location ok 秀不一样的那个 location 这个东西 不一样的 ok 好了 so 下一个点你看 怎样去看 我去看 OK 怎样去读 for example 这边 ok 我们直接看这个 有六个号码 跟四个号码 的分别啊 有六个号码跟四个号码的分别啊 你们看啊 第一个 如果是四个号码的话呢 就没有这么的 specific ok 可是如果是六个号码呢 就比较 specific 六个号码叫做 所谓的那个 ok 你要看清楚了 这个名字 这叫 ang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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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32 它是15 53到54 所以 那个Rujukang Grid 一定要在这边 它没有在外面 它没有在这边 它是在里面 我重复 Kampong Raya 它在里面的 所以31 53 所以是3153 这是Rujukang Grid N-Banker OK Kampong Raya这边 3153 OK 然后 for这个Kampong Raya for 不要讲Kampong Raya 我们讲工厂 工厂的话 就是说你在这边 如果是一个CM的话 你要用你的Ruler 量一量一个CM 然后你里面放1号 2号 3号 4号 5号 6号 7号 8号 9号 这个也是 OK 所以这个的Kampong Raya 它的这个工厂 如果考试问 它要问工厂的话 你的工厂要讲31 而不是32 32是外面这边了的 OK 54是外面这边了的 所以你要讲31 然后这个工厂 托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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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就是4号 所以是314 然后在工厂过去 533 OK 这个是我们的那个 Lucucan Grid Anarm Uncle 我称呼 这个是Lucucan Grid Anarm Uncle OK A N G K Lucan Grid 你们做给我 OK OK 不用紧 这个我们先关一关 在中间 再进回来讲完它 OK 我们再进回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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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